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一支相对来讲很主流的笔了 摆了78G,然后我这支应该是那个加 因为78G的话透明,好像是没有透明版的 78G加才有那个透明版 好,那这支笔首先是第一个感觉是怎么样 它是唯一算是少数吧 应该不能说唯一吧 少数一支就是钢笔的钢笔控还有文具控都很喜欢的一支笔 因为钢笔跟文具控两边用的一个笔 或者喜欢的笔完全是不在一个次元上 我觉得是两个世界 就喜欢文具的人他喜欢的钢笔 还有纯钢笔的人他喜欢的钢笔完全是两回事 好,那这样子三支笔我们先来对比一下 那首先这样子笔杆来讲的话就是妥妥的一个塑料感很重了 这个没有办法价格在那边 然后呢笔的话 首先它应该是属于一个中间的笔 那笔尖的话应该是中也算是应该是偏小 我觉得是偏小一个尖了 因为呃对我个人来说的话这个万宝龙的尖才叫中间 然后再大的尖然后才叫大尖了 这两支我都给他定一位就中间大小的一个尖 但是像这个比这两支小的那基本上我定义了都是一个小尖 那这个小尖呢 然后完全能看到了就是小上一号 那这个透明的可能会影响你们的一个视觉了 但是其实会小上一圈 然后这样子的话笔的一个弹性等等的都是完全是另外一种的反馈 就是即使同一个尖 但是呢如果是说你呃笔尖大小不一样的话 反馈感完全不一样 好在下来我先把笔给收起来一下 先称一下一个重量看一下他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重量级 好那这一支笔 哇12.9相当轻的一支笔啊 因为我暂时手上我用的最舒服最轻的就是我个人认为最适合日用的应该是这支笔 虽然说我用的最多不是这一支但这一支反而是第一支是海运了第二支是这一支啊 那12.5那插了两克然后这一支是灌满墨的全满的墨水 那好然后9.6 9点啊这个再轻一点8.3那暂时应该是我频道记录里面最轻的一支笔了 但是百利金这支是一个活塞沙磨了重一点我觉得正常 但是这两支笔其实都算是非常轻的一支笔了 就是很难找到一支这么轻的笔 因为书写强度如果超过两三个小时以上吧 我个人还是很偏向用这种这么轻的笔重笔的话真的有点累 就写起来的时候手手会比较累特别手腕的位置 好然后先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长度135.14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呃我就直接量因为我拿笔拿比较高了 我现在决定这么量吧 螺纹下面一点点的位置然后再拿10.3435啊 反正也是很中规中矩的一个宽度 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就是说再大一点会用的 我我会用的比较顺手一点 11左右那我觉得我会用的相对来讲顺手很多 好然后下来的话开始看一下这个笔杆吧 笔杆一如既往的那个百乐把一些就是透明上面不好看的元素都去掉 比如说里面的金他都用了这样子就是一些就是 呃就是通过不同的切面嘛 然后增加笔杆的张力 然后这样子弄让整个笔有一点那种切面多一点的一个切面感 然后再下来的话他这个我觉得最特别应该是这个笔杆 你们看这里三角但这里是平的 他这个过度相当的漂亮就是这个玩笔杆吧的形体玩到一种极致了 而且他整根笔的话就是怎么讲综合性能都非常的好 作为钢笔的一个属性来讲 他很好的就是不是那种就飞机尖嘛 不像拉米的那种 我个人觉得这种尖的手感是比飞机尖的那个手感要好很多 而且飞机尖的给人感觉那个耐用性不是很足 然后再下他的一个有笔杆 我个人不太喜欢没有笔杆的一个钢笔 然后他有也有笔杆 然后防翻滚的话会你看基本上一放 他其实最有效的还是这样子一个笔杆才能真的防翻滚 上面加切面或者加两个小片 其实那个效果都一般般 还是最后得要这样子他一定能停 而且翻滚不会说转几圈他就一圈 那钢笔文具属性他都具备的情况下了 我觉得很多地方也无可挑剔的 再加上这个度上去的一个文字吧 这样看可能不太清楚 你看Pilot Japan细节上面也是给的非常的到位 然后呢他好像这里你看到有两条线吗 应该内侧这个地方的话他会比较厚一点的 那就是不知道是为了做细节还是防了一个墨缸了 因为他里面也没有一个套筒 我不知道单纯把一个内笔给加厚 能不能增加他的一个就是亲密性 然后再下来这个就很简单的 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反正不是这边就那边拧 然后把这个笔帽给就比较给拿出来 再下来的话其他就啊 这个吸魔器是我刚刚装上去的 本来配的应该是抗40 但是我个人比较懒用这个比较顺手 我就装这个了 而且那来这里抗40的一个重量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抗70就算了 抗70真的用到现在都不是很合适 我直接拿一下抗40的一个重量吧 我这台是我自动关机的 重量1.3 我把这个把刷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刚洗过可能有点水 但是应该那0.12你看2.7 那如果是你想再轻一点那就换这个吸魔器吧 可以再轻你看1.3 1.4 然后2.6那还能再轻个1克1.2克 所谓的1.2克吧 那但是他这支笔本身就很轻了 写我觉得应该写两个小时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再加上他百乐的一个笔尖嘛 就是我日三家我最喜欢基本上是他 然后他的品控啊控墨等等的都非常的好 出没很大 而且三家里面他的笔尖是最细的 那相对来讲就是你买F他肯定是F了 基本上很另外两家的话 有时候可能还有点偏差 但是百乐的真的是完完全全F就是F 你能明显的分得出来 然后他的鞋感来讲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好那讲的差不多就这些了 然后就看一下这个笔尖 笔尖的话就是哇非常 你看这这抛光真的很漂亮 那能看到这样子一个笔尖 那反正前面有点小平的 这次比较好像是有点平平的 好可以 那你看到百乐的笔尖 你看那一条中缝你看这种非常干净利落的一个 呃怎么讲 凭控或者是说他的质量 你看你看别的笔也很少人做到这样子非常干净 你能看到他所有的边缝什么的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然后这个笔尖的话好像是有点斜面有点小斜的这样子一个偏中文的一个斜法了 不过他是日比我觉得也正常 但是底部这边的话也是比较圆论的 能看到 能看到底部的非常的还是比较圆论的这样子 那相当来讲的话 应该是两边都挺合适的 就中英文都很写起来应该都都很OK 我个人觉得 然后再下来了看一下 哎呀这个放大镜有时候这样拍真的有点啊 不是很给力 好那再看一下这个笔尖 再看一下正面回来 嗯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尖 好再下来我们赶紧先到我们的一个 沙漠阶段 沙漠阶段的话就是这样 反正也是按几下 直接我就随便这么按几下 然后就OK了 你看好店无了已经 那我再捏个几下吧 反正就是啊 啊百乐的这个几年式的一个西梦吗 真的是跟英雄那个就是国产那个 那比真的是那个效率还有手感真的不在一个次元上 所以说那个像这个设计如果国产 直接能所借鉴几个的话我觉得就很完美了 而且国产的一做的话那个价格肯定是嗯 你懂得更有性价比 好我就直接在这里下面写吧 然后0.5那也能节省一下大家的一个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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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性能非常好的一直比了 个人觉得 另外比今天的素质也相当的不错 那怪不得这么多人推了真的是一只好比 那今天的评测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一下或者帮我补充一下 下期见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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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